從亞洲到美國頂尖的貨幣策略家 都告訴大家 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注意歐洲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 文謙世界財經週報 我們也將在未來一系列的 為大家從當地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為大家報導 歐洲的幾場大選 3月份上演的是荷蘭 接著是4月份 法國第一輪總統大選 第二輪總統大選是5月 接著是9月的德國總統大選 其中對許多人來說 不可承受之重 最嚴重的是法國的總統大選 目前民調基於第一名的是 瑪麗勒鵬 她的偶像是普丁 很多人說她是法國的川普 但事實上她在很多談話裡頭 的確她所代表的政黨 比共和黨還要極端非常多 目前為止 她所代表的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她真的當選法國總統 而且她也實踐她的政策的諾言 事實上這種類型的民粹政治的領導者 她如果不實現她的政策諾言 她是會倒台的 如果她實踐的話 歐盟將徹底的瓦解 歐元也是如此 它將是全球一場最大的經濟危機 它不是你想像了雷曼兄弟倒閉 一個歐元的倒閉 是一個難以想像的一個情況 那麼因此歐洲的政治風險 是2017年最嚴重的大事 所以我們將一系列的 由歐洲特派 專事委員王亞倫 不斷的從法國 從比利時發出最第一線的 包括到現場造勢場合的報導 我們先來看綜合的各方 對於今年歐洲政治風險裡頭 尤其最嚴重的 法國這場大選 可能引發的災難相關報導 依舊穩坐法國總統大選民調 領頭羊的極右派政黨 國民陣線候選人馬林勒鵬 2月6號公布競選綱領 稱全球化是敵人 誓言對抗 且將帶領法國退出歐元區 法林勒鵬以一席令法蘭西 走在脫歐懸崖上的強硬演說 展開競選 市場因此對法國政治 不確定性的擔憂 大幅宣溫 當天十年期法國國債 與德國國債的息差 擴大至四年來最大 遭勒鵬威逼的歐元 也沒能信扁 表現在主要貨幣中最差 對美元匯率創下一周來 最大跌幅 法國新業銀行認為 歐元對美元 可能在未來三個月內 也就是法國總統大選期間 觸及年內低點 甚至跌落 我評價一下 德國也可能為歐洲政策前景 帶來具體變數 一月才辭去歐洲議會議長 林維受命出任 市民黨黨會的舒爾茲 人氣一路看長 讓德國大選黑天鵝蠢蠢欲動 德國定於九月舉行國會大選 十年來首度出現總理梅克爾 可能輸掉的跡象 暢銷小報話報六號標題 德國厭倦梅克爾了嗎 該報最新民調顯示 社民黨以31%的支持率 自2006年以來首度超越 基民黨領軍的執政聯盟 歐洲一連串醞釀中的政治危機 在高盛分析師看來 是投射出歐洲早已存在 經濟危機的不真事實 但高盛分析師也不會嚴 德國的政治變數來自於梅克爾 報收批評的難民政策 並非醞釀在經濟危機之上 事實上在歐洲各國經濟表現中 德國依舊是優等身 近幾年的就業數據與英美一樣亮眼 金融商品投報率表現不差 但梅克爾十年深化的可能破滅 為本就緊繃的歐洲政局增添了巨大不確定性 這波歐洲市場波動預警的政治危機 另外兩個國家也是源頭 義大利自總理輪旗 發動修憲公投失敗辭職下台後 各政黨組成的臨時政府 對於國會大選定於2018年舉行 並不同調 多半希望在今年夏季舉辦 投資人擔心 一旦提前將增加歐元區的不穩定性 特別是促勇脫歐的五星運動黨 仍享有不低的支持率 再者是歐元區最大地雷又有引爆風險 MF7號發表分析報告 表示希臘儘管歷經多次財務緊縮和改革 債務水平依舊居高不下 除非獲得重組 否則到了2060年將達到GDP的265% 但最近一次的債務協商 歐洲債權人不同意希臘債務檢記 倒債風暴今年7月可能再起 2017才剛開年 歐洲政壇已進入危機模式